冲啊冲啊我们要进城了 今天带大家逛一下我们东北的早食 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和我们东北感人的物价吧 先来一个现做的牛肉饼 瞧瞧这金黄酥脆的饼 等饼子的时候我们被围观了 谢谢 我们走了 拜拜 看看包衣写菜 先上两面嘎 给我来一个 这个绝饼两面嘎 看着就好吃了 五毛一块 五毛的油炸糕一块的马圆 就是一样来一个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小金豆豹 这个我们东北叫姑娘 咱们一袋一袋六个 换下来五毛一个 操大号饺子来一斗 那我要一个这个五毛的吧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大饼子 包里面大饼子 蓬松薛远香甜好吃 我在专心的买大饼子 丝毫没发觉危险的到来 哎 想不明白 为什么它那么小 缺那么英勇无味 早吃新品 必须来一个尝尝 还有一块一个的大鱼包 也得整一个 牛肉小饼子 一块一个 大饼子一个 我弄个十五元一堆 买了一堆次的回家 把背包小弟累撒的 安安娜 快拿过来 我们一起吃 我觉得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逛早事 逛夜事 干击 唯一遗憾的就是 不能带着他们五个一起去 这个是我刚买的 那个菜饺子 给你看多大一个 在东北很多东西 都是假的嘛 可以啊 好吃的 这个是真的好吃 酸菜是没有那么酸 微微的酸 吃起来的话是特别清爽 一点都不油腻 有很多的宝贝们 可能没吃过酸菜 酸菜呢 是我们东北这边的特色 以前我小的时候 每年冬天 每家每户都会腌酸菜囤着 你要尝尝吗 作为东北的狗子 也得浅尝一下酸菜的味道 这个是五毛钱的油炸糕 外面炸的金黄酥脆里面 裹上了红豆馅 必须跟它搭配的 就是这个麻团 我们东北馆这叫麻园 里面裹的是芝麻和糖 好吃的东西 当然要放在一起吃 尝一下刚刚买的 这个蜂蜜油条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吃 蜂蜜油条可以 甜甜滋滋的 这个你们如果碰见的话 真可以去尝一下 我觉得比普通的油条好吃很多 可是你们不能吃 这太油腻了 早上油条配豆浆 元气满满一整天 这儿的东西 基本上都没有采雷的 都特别好吃 这包子你可以来口 我和大哥来到了 延吉 这里呢 是中朝边境的一个小城 满大街都是双语标识 据说这里的美食 比韩国还要多 那接下来的几天 就让我们一一去打卡吧 首先就是大学城 对面的梅干菜扣肉饼 真的超级好吃 家人们我真的太爱吃梅干菜扣肉饼了 你在干嘛 这个饼真的是绝了 又薄又脆 我一口气能吃三张 你们没吃过的 一定要去尝一尝 真的太太太太好吃了 嗯 之后我就去吃了 延吉这家很有名的生鸡汤 这个鸡炖得特别的软烂 肚子里塞满了糯米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 因为我觉得口味太清淡了 没吃饱 我们挑了一家寒餐馆去吃宵夜 我还打包了一碗豆浆面 这个有人说很好吃 有人说特难吃 我特别好奇它的味道 加了盐的豆浆 然后里面下了面条 口感有点奇怪 但是豆香味还是很足的 这个芝士鸡蛋卷 这个好好吃 这个鸡蛋卷超级嫩 里面裹满了芝士 这点就是芝士爱好者的福音 每一口都拉丝 看我吃肉是蛋哥的 这就没了 一锅里就这点肉 主食配主食 知道你们都想念900了 明天呢 就带你们一起去看看900 走 开了五个小时的车 我到了 我没提前告之后 我来哦 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 他待会儿看见我 肯定会很开心呢 哼哼 哈哈哈 这俩 开不来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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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arently 这个不想吃这个 同学啊 我三小狗 嘿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嗯 你不能弄这些小猫啊 不然这就捡这么多 小白 他俩真胖了呀 看他胖了 这么开心啊小白 小白 哈哈哈哈 弄胖的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呼吸声我就能认出他们谁是谁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一个蒙眼狮狗挑战 看我把眼睛蒙住 唇看不摸的 能不能分辨出来他们谁是谁 不行了吗 在那边喝 啥 挺好吃的 宝儿 宝儿 快来呀 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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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摸一下公母 宝妻 因为我摸她的鼻子 她的鼻子 宝妻是个小女孩 她长的体质就会比较瘦一点 然后她 我对她们的了解已经带到了 如火神经的一个地步 自己的身体质 这个脸比较宽大 然后 哇这个这个面部宽宽度 这个是宝儿 回答正确 宝妻是谁 宝妻 宝妻 来 宝妻是谁 川红秋 重挑呼吸双五一模认出他们谁是谁 宝儿 宝儿 我丢见了宝儿 宝儿 宝儿 宝呀 常出来宝儿 来 宝儿 宝儿 快快过来 啊 我打死我自己了 快来你不来我不活了 我抓住你了 这个反应应该是前那 因为自己我都不用摸了 因为只要我说打死我自己 也就是应该只有前那回来 前那 大哥是你吗 哎哈哈哈哈 大